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原标题,罗海琼做演员 什么年龄都是最好的 在电视剧风筝中,罗海琼打破了一盲的美丽银拼形象 像物像与右像风 当年汇集了周询,陈坤、陆毅、李小然等一批优秀演员的电视剧《项目像与右像风》播出后 将罗海琼一句称名 但他却选择在演完戒枪后回归家庭 图视觉中国从《项目像与右像风》中之书打理的方子仪 但好想好想谈恋爱中极剧文清气息的陶春 再到戒枪中一提前就两眼放光的陪燕玲 罗海琼塑造了不少令人难忘的银拼形象 如今,他凭借电视剧风筝中刚烈强势的八路剧女 柯张寒冰一脚重回了打撞的视线 该剧播出后,在北京卫视、东方卫视黄金党 收视绿排行榜中分裂第一 第二,自从八年前结婚生子 罗海琼一直在陪伴女儿,享受家庭生活 大大减少了工作的比重 风筝热博之时 他接受了《心惊爆》记者的独家专访 他说,自己是一个习惯从零开始的人 一直明确知道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做了决定就不会纠结 因此当初放弃女演员的光鲜回归家庭 自己也很享受 如今,两个女儿都长大了 他又可以重新站在镜头前演绎新的人物 做演员,什么年龄都是最好的时候 风筝,原本不在计划之内 罗海琼从初到期就没有扮演过不美的角色 风筝对他而言,无疑是个例外 他在剧中塑造的寒冰是一个严肃 古版的女盖布形象 说话一板一眼,一字一顿 造型上也没有任何修饰 剧中总是穿着一身宽大的灰蓝色套服 从外形到人物性格 都与他之前的音频形象差别很大 罗海琼说 风筝原本并不在他的计划之内 他第一次听到这部剧史 他已经开机了 由于之前的女演员抢受了伤 拍了十多天的剧组只好停工 这时,罗海琼的老公费琼把剧本拿给他看 说是特别好的一部剧 而他根本没先思接戏 那个时候我大女儿才一岁多 我每天沉浸于和孩子在一起的快乐中 而且又想生老二,也没剪辑 整个人都不是一个接戏的状态 费琼和他说 这是十年隐喻的好剧本 他劝我,咱们以后自己也要做剧 你就当看看这个剧本,为什么这么好 罗海琼磨不过他 看了三集,寒冰还没出现 他已经爱上了这部剧 罗海琼借了剧片人杨剑 然后借了导演柳云龙 柳云龙看了他一眼 说可以去订个妆 但罗海琼听见他悄悄跟剧组同事说 先别给他剪头发 没想到,一订妆 柳云龙就拍了板 可以剪头发了 柳云龙最开始对寒冰的定位是 这是一个扎到人堆里 不会被任何人注意到的女同志 他觉得罗海琼太漂亮了 而且之前他演绎的又都是美女 没想到化了妆之后 罗海琼一头齐鹅耳短发 额头上的一绿头发 用红头绳斜扎在右边 彩边明显的高圆红 涂得像变了一个人 连我都觉得自己跟个大苹果似的 他说 如果观众觉得寒冰不美 那恰恰说明这个角色的打开方式 对了 我在女儿 老公面前都要美美的 但对人物来说 我在意的是对不对 被成长 为演像物像雨又像风 此调上戏工作 带着有点从天而降 和命中注定的意味 罗海琼接下了风筝 对他而言 最残忍的就是和女儿分开 剧组启程第一站直奔木和拍摄 一周后 他请了假回家 一定没女儿都不认识他了 那一瞬间我的心都碎了 再去剧组就一直带着他 他说 有了孩子后 会更想把戏拍好 因为这个时间原本可以陪孩子 既然拿出来就希望做得最好 罗海琼一直很清楚自己要什么 选择这个时期自己最看重的 其他都可以忽略 我不喜欢拖泥带水 做好决定就往前冲 由于总小喜欢跳舞 少女时代的罗海 成报考了甘肃省舞蹈艺术学校 第一后被分配进了兰州歌舞团 跳了四年舞蹈 虽然年纪并不大 但当时在歌舞团也是台柱子 1994年底 罗海琼05的一部舞剧 到上海戏剧学院演出 台下做这上戏的老师 一位老师就鼓励他到上海上学 他记得当时老师说 表演就是把什么都当真的就行了 就为了这句话 1995年春节刚过 他就辞去了歌舞团的工作 同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 毕业前 罗海琼被学校留任做行踢老师 但这个时候 他遇到了像物像语又像风 为了接连剧中方子一一脚 他又放弃了当老师的机会 他说 其实当年与像物像语又像风的相聚 颇有几分戏剧性 早在排练毕业大戏时 赵宝刚就去观摩过 偏偏那天罗海琼没在 赵宝刚问路易 你们班同学都在吗 路易说只有一个女生没在 并把罗海琼的照片拿给他看 赵宝刚就记住了他 几个月后 他就定下有委员方子一 我就去学校请假 可学校怎么也不同意 我脾气冲就打了个辞职报告 直接去剧组了 逼回归 就算逛菜市场 也是在演戏 我很小就觉得做演员特别开心 想演一杯子气 到2011年电视剧架枪播出后 很多人找罗海虫拍戏 他却一部都没接 只想着生孩子 当母亲 虽然如今在家陪伴女儿的 时光幸福安逸 但他也会想念演戏的感觉 他去看同学演的话剧 看完人谈在座位上 心里已真正难受 在被舞台上角色打动的同时 也想去演戏 但从剧院处来见到女儿 一下就好了 家庭事业真的很难平衡 我心里一直没有放弃对演戏的热爱 就算我每天去菜市场买菜 寄送女儿和其他妈妈们打交道 这些也都是人物关系 对我以后在演戏都是有帮助的 如今 大女儿已经上了小学 小女儿再上幼儿园 罗海虫觉得 自己重新回归到演员的时机成熟了 而对一个女演员而言 年龄无疑是一道客观存在的难题 演技再好 一到中年 也只能演一些女主演妈妈的角色 这些现状 罗海虫不是没有想过 我也考虑过 再过两年出来 不可能像之前都是也谈恋爱那种戏 但我都能接受 人生随时可以从零开始 但罗海虫看来 对于未来的付出 就像当初选择回归家庭一样 时间顺其自然的是 现在对生活的理解更丰富了 应该是演戏最好的年龄 而且也更自信了 当年演项目 其实并不知道在演什么 能给的只有金色 那也恰恰是角色该有的 C日常 踢到安排家里 老校吃什么 如今 罗海虫一天的生活日常是这样的 早上送大女儿上学 回家路上买菜 老家再把二女儿送到幼儿园 因为家里有老人一起住 每个人爱吃什么 食物怎么搭配都不一样 回家把每个人要吃什么交代给阿姨后 她还要去学习英语 国标舞蹈 下午两点半接大女儿放学 陪老大弹琴 再接二女儿放学 这些日常而气小的接送过程都是她自己完成 风展播出后 两个女儿都知道妈妈是女演员 有一次 我大女儿同学的妈妈跟我说 特别喜欢我的戏 女儿就知道了别人喜欢妈妈 在人多的时候会喊 罗海虫你过来 罗海虫说 孩子是一面镜子 看上去是他在陪伴孩子 实际上是孩子反过来交给他更多 有时候他说话声音大了 女儿就说 妈妈你慢一点说 偶尔罗海虫跟大女儿生气 女儿会说 妈妈你好好说 罗海虫跟老公伴嘴的时候 女儿会说 妈妈你跟爸爸是相爱才在一起 有了我们 你俩有什么不能好好说 我说妈妈以后一定会温柔的对爸爸 大女儿是个小淑女 非常懂事 在学校吃饭就打一点点 问他为什么不多成一点 他说不能浪费 吃完了再去拿 妹妹是个开心果 喜欢黏着姐姐 姐姐也很包容她 两个女儿的性格都随妈妈 很独立 在家他会跟女儿讲道理 苦闹是行不通的 不过 罗海虫少量的工作节奏 还是会让女儿感到不适 他就跟女儿讲 你们上学妈妈都支持你们 妈妈去工作 你们也要支持 我跟他俩说 妈妈是需要有社会工作的 你们是个社会人 我也是 才写新京报首席记者刘伟设影 新京报记者郭延英 那么 那 我们 我们 都有 大